這個是HOT SEWU 這個的話是芝麻葉烤肉 還有四種起司 我們總共點了三個Regular size的披薩 大家好 我是妳看 沒錯 我人又在韓國了 而且這一次沒有帶來 只有我自己一個人 是母親的放風之旅 這一次是跟我之前在韓國交換的朋友一起來 所以我們人非常多 上次是帶長輩跟小孩 所以其實很多行程跟餐廳都非常的受限 而且戰鬥力也比較薄弱 這一次我們這一群人戰鬥力非常的強 我就是要把上次沒有吃到的遺珠 然後還有我的口袋名單拍起來揭曉給大家 那我這次也有拍很多的YT影片 還有iTuber Reels 大家可以先去追蹤起來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趕快開始吧 GO 各位 我們今天來到我之前交換的大學 中央大學這邊要來看孝慶 但是我們在看孝慶之前 想說先來這邊吃一家很好吃的 辣雞爪 然後這家的名字叫做 切斑的菜拌 這一家是在黑石站 那邊非常有名的一家排隊名店 我們來這邊大概等了有 應該有30分鐘 然後它這邊有湯的雞爪跟乾的雞爪 我們就是湯的跟乾的都各點一份 這個是朱姆吧 來這邊一定要吃這個 這個就是一定要戴手套 然後把它捏成一個球一個球一個球 哇 天啊 看起來超好吃的耶 這個就是濕的雞爪 然後裡面我們還有加肥腸 這個的話是乾的五穀雞爪 那它現在都相機手機先吃 先來吃乾的 乾的的話它就要沾美乃滋 或者是它這邊還有黃豆粉可以沾 嗯 超好吃耶 超香耶 欸這個味道超重 然後很下酒 我們已經點了燒酒來喝 然後我們點了這個蔥塔根 我來介紹一下 最近韓國很紅的Celo 它是那個零糖的 它有一個很香的那種炭果味 它的美乃滋跟黃豆粉 太好吃了 它很辣的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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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一直很想吃 然後就一直吃 現在要來吃湯的雞爪 湯的雞爪就是有苦口 但是 它感覺更超嫩的耶 它感覺更超嫩的耶 命就是 有的關係可以放更新軟 嗯 好好吃喔 它已經燉到超級軟的耶 你直接用嘴巴抿就可以了耶 它這個腸是小腸耶 它是那個裡面還呼呼的那種小腸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辣 是很香辣那種 不會辣到說吃不下去 我被客喝酒 我被客喝酒 小菜它還有給這個番茄切片 據說是非常解辣 然後會辣的話你也可以吃蒸蛋啊 跟菠蘿蔔比較解辣的 我喜歡吃掉的 然後這家店啊 如果你們沒有來黑石站這個附近的話 你們可以去繪花站那邊吃 應該會比較方便 肥腸雞爪胖 喔 不錯 可是那個蘿蔔其實是不辣了耶 這是瀑布的耶 對我們現在來到的這一家叫做 No Idea Pizza 零性的地鐵站是離水站 這家披薩看起來超級猛 它就是起司會爆炸千絲的那一種 哇又來了 這個是哈瑟烏 這個的話是芝麻葉烤肉 還有四種起司 我們總共點了三個regular size的披薩 哇這個太誇張了吧 這個起司超級鮮的耶 起司瀑布 這太誇張了吧 這咬不斷耶 對啊 而且它的起司是鹹香 味道超夠 起司通常覺得愛到爆 然後它這邊呢還可以點沾醬 我們有點一個墨西哥美乃滋跟蒜味的 我來嚐嚐看 墨西哥的辣味超好吃 我覺得它很適合沾起司 因為起司的話 你如果你吃多了 如果怕膩的話 你沾一點那種微辣微辣 但是用奶奶的味道超搭 而且它起司多到是 起司的部分是會Q的那一種 然後它的麵皮本身也超好吃的 怎麼會有一個好吃的披薩啊 再來吃他們這邊 韓國人最熱賣的BEST品項 芝麻葉烤肉 芝麻葉啊如果是你不敢吃的人 我其實應該可以嘗試看看 因為它是只有一絲一絲的 鋪在上面 這完全不同路線耶 它的烤肉也很好吃耶 烤肉本身就很好吃喔 烤肉芝麻葉就是非常韓式的味道 它不會辣 然後芝麻葉的味道我覺得也不會到太重 沒有吃過想要出場吃芝麻葉的人 也可以試試看 再來吃吃看這個哈西烏 看起來會辣的一款 我覺得蝦子這一款是吃起來味道最淡的耶 它就是有一根辣味在 然後它下面有放很多玉米跟鳳梨 所以吃起來會有一種脆脆有點爆汁的感覺 這上面蝦子超大隻 但是這個會辣 因為它上面的辣粉撒得滿多的 再再看這個蒜醬 真的耶好像是 嗯 嗯 真的這個好好吃喔 我覺得這款單吃比較還好 要沾醬還好吃 披薩配令它可樂 嗯 各位我們現在吃完了 我們總共六個人吃 一個人差不多吃一萬五千五韓幣左右 然後吃得超級飽超級滿足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為什麼要來這邊吃披薩 但是我跟你講 這間已經是準備爆紅的點 所以如果你有來的話 躲在這附近真的可以吃一下 因為真的很好吃 推推 欸老婆老婆老婆 你怎麼走那麼快 每天都走一萬步你腿不會痠啊 不會啊 因為我有穿FREA女神褲 穿著它出國旅遊 每天走一萬步腳也不會痠 如果你走路啊 是很容易腳痠 然後容易水腫 或者是你需要高速你的身材的話 你就非常需要FREA的女神褲 那我現在穿的這一款啊 是它的壓力九分褲 從腰到這邊腳踝這邊 它是九分的長度 它整個彈性跟透氣度都超級好 而且並不是越緊越好 我覺得它這個緊度對我來說剛剛好 穿著的話會有舒服感 但是又不會過緊 穿一整天也不會覺得卡卡悶悶的 而且它使用的這個材質啊 是全台唯一SGS認證的 涼感塑身衣 100%MIT UPF50加防曬 高效吸濕排汗 所以夏天也穿得住 其實就算今天夏天 我穿著它在外面一整天 我也不會覺得裡面整個像流汗瀑布的感覺 起來跑起來 沒錯它可以 沒錯沒錯 然後重點了 它也可以穿著運動 我常常也會穿著它去跑步啊 去健身房啊 穿著它跑步的話 我會覺得腳不會痠欸 所以像坐飛機啊 容易水腫 出國旅遊走路 腳容易痠 或者是你常去健身房跑步啊 登山啊 其實都可以穿著它 然後像我今天這樣子 穿搭啊 直接把它當作褲子來穿搭 其實也很好看有沒有 完全不奇怪 而且也很時尚 而且我自己穿是真的覺得說 比起我穿其他的那種運動瑜伽褲啊 穿這件啊 你不覺得我看起來真的比較瘦嗎 我的整個臀部啊 這邊整個變窄了欸 視覺上馬上就幫你減五公斤 然後或者是正在減肥的人啊 如果減肥完了也怕肉鬆鬆的話 就我推薦你們穿 我現在只要穿這一件 連身五分褲 這就是從你的膝上 包覆你的臀部、腹部 到你的背 到胸下這邊 這裡有肩帶的 塑緊你全身的肉肉這樣 然後它是一體成型的 所以完全沒有拉鍊或勾子 就是很好穿脫 然後它彈性也非常的剛好 不會說緊到爆炸 因為有人緊到爆炸的時候 身衣你穿完跟脫完 你會全身大爆汗的那種 所以這樣穿一整天的話 我覺得非常的OK 然後它的屬膝部啊 是有做開當的設計 所以你也可以直接穿著上廁所 不用脫掉 然後它是設計在膝上的這個位置 我有試過穿一整天啊 這樣動來動去 不會有那種反折的問題 然後彈性真的是非常的剛好 很舒服 那它也可以穿在你平常日常穿的衣服裡面 就可以雕塑你的身形 穿衣服看起來就會更好看 更有線條 限時七天團購 將近六折優惠 團購連結放底下資訊欄 不要錯過囉 我們這一期是有去試穿過其他的塑身衣 他們都要去現場丈量你的身形跟體態 他們這款塑身衣他們很方便的 是他們不用 沒錯它有2XS到2XL 非常大Range的一個size可以讓你選 那這個品牌本來就是做醫療相關產品起家的 所以他們做塑身衣啊 我覺得品質啊材質啊 我覺得都不用擔心 而且他們這個塑身衣啊 通過十大認證 而且是百分之百MIT 但是它的價格 卻只要醫療等級的十分之一 價格是非常清明的 它平均價格都落在1300到1800左右 真的很便宜耶 對真的很便宜 我覺得是超級容易入手的一個價格 以它的品質來說 我真的覺得CP是高到不行 所以說如果你想要雕塑身材 我想要消水腫 或是你常常出國旅遊 常常去運動登山 怕腳痠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考慮他們家 那資訊連結呢 我就把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點開來看喔 OK 那我們就繼續來看 我們的首爾排隊美食吧 現在來到了豐川鰻魚 位在洪炸 然後這一家呢 在台灣應該算是蠻有名的 然後除了在台灣有名之外啊 其實韓國在地人也非常喜歡來 這家呢 我們是在禮拜六晚上來 其實蠻多人的 我們大概七個人 但是其實也沒有到等很久 基本上人到就可以進來了 現在已經烤好了 看起來超好吃 它烤好的就是這樣子 看起來很酥脆 而且它是完全用純炭火烤的 所以它會幫你帶烤 不用自己手烤 先沾醬油吃吃看 嗯 吃起來蠻Q的啦 對啊 嗯 然後皮很脆 空間會有一點點QQ的地方 然後聽說他們的尾巴 是最好吃的一個部位 來教大家這邊正宗吃飯 就先拿一個這個芝麻葉 然後放上魚肉 怎麼放上來 這邊有這個 有蒜 跟這個洋蔥 還有韭菜 這樣就可以吃囉 漂亮 來這邊吃蠻魚就是要配這個覆盆酒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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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喝欸 這可以一直喝欸 不要亂講話 這幾趴啊 嗯 你們一定要配這個 這超級好喝的 甜甜的 這個要怎麼吃 還是覺得有刺嗎 嗯 我把它分一半之後我覺得還行 嗯 我朋友他其實他覺得有一點刺的感覺 但我其實覺得還好 這個可以說 可是你 其實比起包那個 芝麻葉啊 然後再包一大堆東西 我其實更喜歡單吃它 我覺得單吃更香 或者是 其實我覺得用那個醃的芝麻葉包也蠻好吃的 這個酸酸甜甜的就是鐵裂的 我個人是喜歡 沸騰沾醬油跟 加五姜 你這邊這個蒜一口 哦 好香喔 我們現在來吃晚餐囉 今天來到 新村站這邊 我們來吃煎餅 芽麻格莉的一間餐廳 然後它很酷喔 它是一間神秘小店 它是在 地下一樓 很容易錯過的 然後我們會知道這件事 因為之前我們在韓國念書的 熱舞社的一個同學 他介紹 這邊就是 它的瑪格莉很好喝 我們點的是它的 Dai Gi 草莓馬格莉 跟它的優格馬格莉 然後我們點了一鍋是 它有烤肉 然後 豆腐跟 檸檬的 一個 豆腐 spam 烤肉跟檸檬 嗯 好爽喔 這個檸檬超好吃 這個有點酸 然後又有炒過 整個超級香 然後配上它的 烤豬肉 它烤豬肉也很好吃 它還有一點的韭菜 就是它的口感超棒 然後你只要點餐的話 它都會送前菜 然後它有一個這個小菜 是橡樹果汁 它就是一個 涼拌的涼泰 來吃一下煎餅 這個單吃比較沒有什麼味道 這感覺是馬鈴薯煎餅 這個要沾港吃 芝麻葉裡面有包肉 這個很香欸 欸 我覺得Gandim的很好吃欸 超好吃 嗯 超好喝欸 這超級沒有酒感 很好喝 很容易會醉的那一種 這超級沒有酒感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各位我們現在呢 來吃午餐 我要來吃一家非常厲害的 專門吃 智義山黑豬肉的一間烤肉店 它叫做山青 然後這家是排隊美食店喔 它大概11點半開始營業 然後我們快12點的時候到 約莫等一個小時左右進來 蠻多韓國人會來的 然後我們進來這邊動作 它動作超快 馬上就上了木炭 對 沒錯 這邊是用木炭烤的 對 沒錯 這邊是用木炭烤的 然後上完木炭之後馬上就點肉了 然後馬上就開始烤肉 然後它這邊是豬肉跟牛肉都有賣 然後它這邊是豬肉跟牛肉都有賣 我們有點一盤韓牛 它烤好了 煎起來超讚 然後第一口要先沾它的鹽巴 它的鹽巴是似義山鹽 也是很特別 也是那種比較粗的鹽巴 粗鹽的話就比較不會那麼鹹 好甜喔 然後它除了鹽巴之外啊 它還有放這種明太子醬 然後跟芥末 上來吃吃看明太子醬 很特別耶 然後今天是平日禮拜一的中午 也有非常多韓國人來吃 然後它的店啊 雖然說位置蠻多的 但它不會一次放全部的人進來 因為它要幫忙待烤 所以一定是店員能夠服務他 才會放你進來 豬肉花終於烤完了 看起來超不好吃 它其實肥油的部分蠻多的喔 然後它就說要一口吃 要感受它瘦跟油跟皮的部位 然後第一口一樣就是沾鹽巴吃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好多汁好香喔 它皮的部位也很好吃 它皮的部位也很Q 油花的部位完全不噁心 它是會噴水噴脂藕汁的那一種 果然是黑豬肉耶 就特別香 第二口的部分它要給蔥一起吃 太辣了 欸 好好吃喔 可以大蔥吧 可以大蔥就好喝 蔥然後沾它 很特別的海鮮辣醬一起吃 它桌上也有給很多醃菜 也有辣蔥汁 都可以隨便你搭配 然後也有 醃的芝麻葉 我覺得每一次都是第一口 沾鹽巴最驚豔 沾鹽巴會巨甜 吃這個吧 吃這個 好喝 好喝 再來吃它限量的豬臉頰肉 你看 滴油耶 第一口一律沾鹽巴吃 它甚至沒有給生排 嗯 它豬的香味很濃 它這個是切的比較薄一點點 所以沒有剛剛的那個五花肉這麼的有嚼勁 它比較軟一點點 黑蔥蒜一起吃 這口肉就是要吃冷麵 嗯 它超冰耶 可是它的麵有夠Q的 腻味被洗掉了耶 感覺可以再吃一盤五花肉 豬頂肉 我還沒有吃到這個耶 嗯 好吃 會爆汁的那種 再喝一點 來喝看它的韓牛大醬湯 它是用黑豆做的大醬 嗯 我覺得是好喝的耶 因為我之前有喝過超級死鹹的大醬湯 然後裡面的韓牛啊 是比較像是肉碎的那種 嗯 然後它這邊給的啊 不是泡菜 它要給的是那種湯泡菜 我們還有這可以喝的這種冷湯 吃完口肉一定要來一碗火根肉 它的火根肉是有加兩顆蛋的耶 而且有鍋巴 嗯 沒毛病 嗯 上炒飯的時候它有特別給這個 芝麻葉 喔 好啦總結一下這家超好吃的黑豬肉烤肉店 我覺得它算是來這邊 滿必吃的一間耶 然後建議大家可以平日的中午來這邊 要不會排那麼久 不過聽說人家都是等什麼一兩百號的 然後因為中午的話韓國人會吃烤肉的人 會比較少 最好是在他開店的時候就來排隊 很好吃 各位我們現在來到了這一間叫做花蟹世界 它在宏達地點非常方便 而且是一間可以自己一個人吃的醬蟹 來給大家看一下 醬蟹 這個是兩人分的就是兩吃 你看這個蛋也是頗好吃的感覺 嗯 但是也還不錯啊 蟹黃濃濃的味道 我們只要點它的醬有些套餐的話 裡面就會有這個拌飯 這個拌飯一定要跟著醬蟹一起吃 拌個吃 嗯 喔好甜喔 摔一下 摔一下 然後如果點套餐的話它裡面也有嫩豆腐鍋 喔 這嫩豆腐鍋很香欸 它聞起來有一個很濃郁的味道 就是那種辛香料的 不一樣欸 對啊很不一樣欸 奶油 奶油 要加奶油 然後它這邊很難得是 它有這個高級海苔 乾苔 來 這不是每一間店都有的喔 好酷喔 這間是黏在那個肉上面 好特別喔 實在好像人在吃什麼肉質 但是有一個那個海味鮮味 我覺得這家其實算是滿好吃的耶 我們朋友啊 他有吃過很難很難訂 甚至超好吃的真味食堂 只有真味食堂大概比這個好吃十倍 但是我覺得這個一定也算滿好吃的 這邊有點就是地點很方便 然後可以點一人的 营業時間又很長 8點到12點 然後像我們朋友啊 有一位不敢吃醬蟹 然後有一個拉肚子 他們就吃鮑魚粥跟冷麵 當然是吃醬蟹的高光時刻 所以要加這個 把飯加到它的那個蟹殼上面 各位 我們現在來到 我這次超級期待要吃的 五目超靠腸 然後它很特別的 招牌菜單就是 它的肥腸裡面有包大蒜 平台就超香超好吃的 平日來的話沒有開隊喔 直接就可以進來了 一進來 它就是桌上已經就是擺滿了很多的小菜 然後它還有這個牛肝跟毛肚 它說這個牛肝是可以生吃 然後也可以烤著吃 各位 我們的來了 我們分兩桌 然後我們有點它的拼盤 好長拼盤 跟它的牛肉片 專門再點一份炸蒜肥腸 跟一份牛排骨肉 將 先沾最簡單的香油 然後它的醬有兩種就是香油蒜頭 然後跟一個辣醬 就要沾沾看辣醬 然後我們還要點牛肉片 那要開筆了嗎 我們要 謝謝 這個給你吃 這是我們的牛排骨肉 很不錯 它的牛排骨肉是比較嚼勁的那種耶 我喜歡吃那個韭菜耶 它的韭菜在牛油裡面烤超香的 我們來吃吃看它的重頭戲 大蒜肥腸 燙嗎 很燙啊 哇 它那個大蒜已經烤到整個是軟掉了 然後你咬下去它就爆開 想要來挑戰看看這個生的牛肝 它說這個生的吃也可以烤的吃也可以 生的話就是沾香油 鹽巴 辣醬這樣子 沒有味道 其實沒什麼味道耶 它就是一個軟軟脆脆的東西 然後因為我沾了很多鹽巴跟香油 所以吃不太出來它原本的味道 我覺得它不會很腥的味道耶 它就是一般的大腸 一般的大腸 一般的大腸就是中間的那個油味就很重 然後會爆汁 吃完之後呢 我們要來吃炒飯 然後我們有追加起司 好爽喔 三口起司 然後它的炒飯啊 裡面是有加韭菜 豆芽菜 跟那個明太子軟 起司 然後還有蛋 我覺得好吃是好吃 但是有點可惜的就是 就是跟烤腸就沒有什麼關係了 因為剛剛你烤腸吃完它就是拿出來了 好啦 這次的首爾排隊美食清單 我個人覺得大成功 幾乎每一家都可以說是必吃 而且有一些真的是在地人才會知道的店 連我韓國朋友跟住韓台灣有人都認證 第一名我搬給山青糖肉 那個豬肉的香氣跟肉汁爆發 吃了絕對難以忘懷 Tisa店也是超級驚豔 愛吃辣的朋友不要錯過辣梯卷 公刷鰻魚也是超有特色又好吃 草莓瑪格莉也不能錯過 只有最後一家烤腸我覺得小可惜 店家資訊我都會放在留言置頂 不要錯過超優惠的FREA團購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